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建立在特朗普的知识体系当中 问题最大的那一块上 就是特朗普的知识体系 他假设这个世界 仍然可以让美国这个国家 倒退到亚当斯密 所谓的重商主义的状态 我构建一道关税壁垒 在这个关税壁垒下 美国可以向全世界出口 然后美国是一个经常项目 保持顺畅的国家 然后美国自给自足 全世界都进口美国一家的商品 这个就像民主党相信通过 觉醒性别平等和价值理念 可以拿下摇摆州一样 在这点上 他跟民主党没有本质局 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想 说这个60%的关税 起来中美之间的贸易就断绝了 没错中美之间的直接贸易断绝了 那么第一 中国的生产能力 这些商品的生产 在全世界能不能被取代 第二 美国进口的这些商品 是因为美国有需求 美国这些需求如何去满足 然后说因为不买中国货了 所以美国自动就从货架上 生长出来美国生产的产品 去买美国货 这个认知是明显不正常的 我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后面直接会发生的事情就是 向美国的全部出口 向全世界蔓延 然后从全世界向美国进口 然后美国就需要 把对中国的关税壁垒 拉高到全世界都一样 美国对全世界所有进口 到那边去的商品 征收60%的关税 美国断绝和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它的贸易最惠国的待遇 然后承受什么 全世界所有国家断绝 对美国贸易最惠国待遇 然后你美国去玩吧 后面这个他不推演的 特朗普的这个政策当中 特朗普的威胁政策当中 从来不包含其他国家 如果采取同等措施 对美国进行报复 后果会怎样 没有的 不存在 在这点上 特朗普跟哈里斯没有任何区别 特朗普希望的是什么 特朗普仍然希望 我用60%的这个关税 作为威胁 对你中国进行恐吓 当然他恐吓的理由 建立在什么 就是退一万步讲 真的执行了60%的关税之后 死的一定是你中国 他对于中国的理解 就跟我们之前有一阵子说 有一段时间 中国对于洋人的理解是 洋人如果不进口中国的茶叶 他就会死于大便板结 没有区别 在这点上 特朗普的这种政策表态 我直白的讲 就是皇帝的新装饰的 就是比谁敢放狠话 比谁的嘴大 对待这种东西 我们没有必要去进行讨论 用普京的话来讲 我不回答基于假设的问题 等你发生了再说 你把它落下来 麻烦你先把它落下来 你落下来之后 你看一看会怎样 我就说了 第一中国还会在那边生产 然后他不懂经济学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水就相当于什么 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 就是那个水 关税就是那个头 特朗普说 美国边上有一圈这样的墙壁 就是他的关税 特朗普说 我要把对中国的墙壁 深的比其他地方都高 你这个水就过不来了 没错 我往别的地方流 从别的地方向美国去流 你只要那个税比中国的税低 我在中间就有利润差 中国厂仍然出收原来的出厂价 和出口价 然后比如说你加我60%的税 对吧 那么其他国家 我在这个技术上增加20% 30% 40% 50% 60%作为附加费 我就有利可图 然后向你去 为什么 这样一来 就从比你从中国直接进口 要付60%的税 要便宜 市场上面买便宜货 就是你美国怎么消除 这种产品的需求 特朗普其实要真正解决的问题是 美国老百姓愿不愿意 为了重振美国的制造业 坚定直买美国货 哪怕这个美国货比原来贵100% 这就是哈里斯说特朗普的一句话 你征收的所有关税 就是向美国家庭征收了一笔额外的消费税 特朗普不承认 特朗普说不对 付钱的是外国企业 至于什么经济上的传导 价格上的传导 我不知道 当然特朗普另外一个逻辑是什么 当我们看到这么凶悍的政策背后是什么 特朗普政府没钱 美国国库是空的 他要解决他手上可支配资源的问题 所以他首先需要开源 开源是什么 不管如何 哪怕饮阵止渴 我凭空可以最快最简洁的方式 多收几千亿美元的税 即使这个税是美国老百姓交的 但是美国老百姓足够蠢 我不告诉他们 争了你的税你就不知道 所以我可以避免政治成本 第二个 他的这种对外的经贸政策 他想打造一个什么结构 他想打造一个结构是美国回到50年代 时空可以倒转吗 供应链可以重来吗 其实不是 特朗普有一个非常糟糕的地方就是 他对于自己的成功是选择和建构的 他永远只看到自己成功的地方 并以此认为自己永远成功 比如他说你看我在第一个任期内 我对铝和钢铁制品增加关税 就让美国增加了9000个就业岗位 没错 然后下游购买了你这种铝和钢铁制造出来的中间建的 下游美国企业损失了一万两千个工作岗位 他太贵了 他们破产了 一进一出美国总体损失了3000个就业岗位 但是特朗普说那不关我的事 我没看见 我只知道你看我关税一来 那边增加9000 所以我成功 所以我说特朗普提出的所有这些政策 尤其是经贸政策 一定不能放在空想的环境下 进行抽象的讨论 抽象的问加税60%是怎么办 那样他回答不了 为什么 因为他本质上是皇帝的新装 他是本质上是皇帝 他是一个裸奔性的政策 他更多的用来进行自我的吹嘘和恐吓 这个是在跟他进行博弈的时候 需要首先去解决的问题 对不起 所以我们按摩 请参加